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今天是3月27号的主日 那很抱歉 我现在人已经在奥勒冈州 我在度假带妻子跟小孩去探亲 去找我的小舅 我太太的弟弟在那里七天 那很抱歉 所以今天就用录影的这个方式来跟大家讲道 但是感谢主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同心合意地来敬拜神 也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更多地扎根 那今天已经是我们的这个讲道系列 是我们的登山宝训的已经到了第九讲了 已经快要到很后面了 那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墓穴与凉墓 凉墓与墓穴 那这个讲道就是要来告诉我们 不要去论断人 然后呢 不要去做卫君子 那当我们说这个论断人 或者是我们想到不要做卫君子 卫君子是什么呢 通常我们就是只说双重的标准 那什么样的标准呢 是言语律人对别人要求很严格 可是却宽以待己 对自己就很宽松 哇 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双重的标准 但是同样在这个双重标准里面 其实也是有分两种 那一种是什么 明明知道这个样子 然后还是这样子去要求别人 还故意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知道的 那第二种呢 是不小心的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这个双重标准里面 不知道自己言语律人宽以待己 然后呢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这个问题 这个叫做盲点 有很大的盲点在自己身上 也就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自觉 那他以为他自己要求的这些事情呢 他自己有做到 或是他以为他没有要求 或是论断别人的这个意思 他可能是无意中的去要求 或者是论断了别人 总之呢 这就是一个很 我们称的一个现象 当我们看到耶稣所说 在圣经里面的这种 卫君子的时候呢 我们用一个更贴近现代 比较容易了解的一个词 就是什么呢 就是表理不一 表理是不一的 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呢 有时候我们嘴巴口说一些大道理 讲得很好 可是心里却是完全的另外一回事 这个就是表理不一 说出来做出来是不一样的 心里面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完全另外一回事 所以无论是有自觉 还是没有自觉呢 这个都是卫君子 都是这个表理不一 那卫君子他的可怜的地方 就是说呢 这样的人没有人喜欢他 这是我们在现实生存在中 都可以观察到 对不对 这样的人他走去哪里 都不受欢迎 那我想这一点应该是 普世价值观吧 全世界的人有人喜欢 卫君子喜欢表理不一的人吗 应该没有一种国籍的人 没有一种文化 种族肤色的人说 我们大大的欢迎这个卫君子 多多来 多多益善 应该没有 那其实这个还有一点就是 不管基督徒与否 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 也都一样 大家都不喜欢卫君子 然后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你也都可能是做卫君子 都可能这个表理的不一存在 所以这个是总之 卫君子表理不一的人 走到哪都不受欢迎 都会让人家感觉到不舒服 所以耶稣就针对了这样子的状况 对这种卫君子 这种表理不一的现象 提出了一些教导 他有很明确的指示 很明确的教导在里面 就在圣经里面 就在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个讲道里面 那为了让大家比较好了解 这个卫君子这个现象呢 我就是再一次的 用刚刚我提过这个很简单的定义 我们就叫做表理不一 所以等到讲道的后面 我都是讲表理不一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我在讲的是 耶稣所提到的卫君子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经文 在马特福音的第七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我来读 不可判断人 免得你们被判断 你们怎样判断人 也必怎样被判断 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 也必照样被衡量 好 那这里说的这个判断呢 就是我们比如 如果大家习惯读和合本的话 就是论断 就是我们去批评跟论断一个人 我们很容易去妄下定论 这个叫做判断 也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论断 那其实呢 各位 如果你有去看一些调查 其实北美做过很多调查 有时候三年 五年 十年 都会做大大大调查 去问 去做市调 去做民调 做什么呢 说 请问你对基督徒 或是对教会的那个印象是什么 那这些调查出来的结果 很不幸的是 很多结果呢 就是说一般这些非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的人 他们对基督徒最有印象的那些事情呢 是什么呢 就是很会判断别人 很会去论断别人 那当然这个不只是一般的这个非基督徒 那这个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什么 媒体 媒体非常的喜欢 也来贴福音派的基督徒这样子的标签 那我们来想想看 这不是一件非常的讽刺的一件事情吗 怎么说呢 因为基督 我们的耶稣基督本人 他就千交代万交代 叫大家说什么 不要判断 不要论断人 对不对 可是呢 结果 基督徒给别人的印象 却是最会判断人 最会论断人的人 哇 那这个就让我们自己 有时候想到自己 哎呀 那真的是很惭愧 有点像做人失败这种感觉 对不对 真是很讽刺嘛 好 那在这里我也特别提到一点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如果你之前被基督徒给论断 给判断 被批评过 他人家怎么样的来批评你 来嫌你 甚至来定你的罪 就是拼命要让你有 罪疚感的那种感觉 那很抱歉 真的非常抱歉 我在这里向你真诚地来道歉 请求你的原谅 这是教会 我们需要去注意 我们不该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很不幸的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且祈求你的原谅 那好 那这一点之外呢 我们再回到论断的本身 那我们去来想想看 我们来想想看就是说 在现今的时代 就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 这个环境里面 就在我们现在的社会 氛围里面 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 充满的论断判断的 一个时代里面 是不是整个社会氛围 都是这样子呢 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任何事情都有人在那边批评 都有人在那边论断的 一个时代 不是吗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讽刺的 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是一个 就像前面讲 我们高度的讨厌 无法接受 别人论断判断的这个社会 对不对 可以说 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讲说 不可论断 它也算是一个普世下旨 对不对 如果你说说 你讲说 这个大道理就叫做不可论断 你走到全世界 大家都说 对对对 不可论断 对不对 那甚至 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 高度的认同这个的时候 以前的人 你说 一百年前 两百年前 甚至五十年前的话 传统上 人们还认为说 那些地位比较高的人 那些在上执政掌权的人 还是老师怎么样 如果他们批评论断我 那我们在低一点的地位的人 那我们就只好认了嘛 那我们就说 好 那就当作我学习一下 就认了这样子 但是现在呢 可不是这样子啊 现今的这个社会价值 这种人人平等 这个大家的这个自主意识抬头 那社会 整个氛围就是 不可论断人 谁都不可以论断谁 我们大家要尊重啊 我们大家要 谁都不能论断我 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个人 我有我的人权 等等等等 可是我们却发现 论断比以前 多得多得多了 现在的论断 我觉得比二十年前 严重得非常多 整个社会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只要有手机这个东西 你只要有电脑这个东西 你就很容易的 你天天可以无限的在那里批评论断 在网路上 对不对 你可以论断政治 你可以去讲任何的社会事件 你可以去批评任何的明星 或是公众 任何的公众人物 对不对 只要有让你知道的 只要甚至在你的这个 微信还是LINE的这个群里面的人 他们任何的一个发言 你都可以批评 你都可以去判断 你都可以妄下定论 对不对 人人都可以当键盘侠 这是现在的一个社会 那你看到我们每天在网路上 看到多么多的这些批评论断 有多少人在网路上受到情绪的霸凌 在这种网路上的这种言语的这种霸凌 太多了 很多人因为这样想不开的都有 这是真的是很社会的一个可悲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需要来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来反思 不管是个人 社会 都是 那我们就来看圣经 耶稣对于这样的事情 他的教导是什么呢 我们因为今天已经读到第七章了 快要到尾声了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我们要回到第五章 也要回到第六章来看是什么呢 在这里 第五章一开始 我们所对的八福 这里面有一点是这样子的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闭蒙怜悯 感谢主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那同样的这个道理 我们看到第六章也是有的 来 这是主导文里面对不对 赦免我们的罪债 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 然后再跟下面 跳到第十四节 十五节 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 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 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 你们的过犯 这个之前我们提过 看起来好像耶稣语气很重 对不对 我们饶恕别人 我们也得到神的赦免 各位看到这个 这个第五章跟第六章 这个共同的这个道理了吗 那当然了 我们听了就觉得 这个好像耶稣讲的力道很重 这样的经文 看起来好像是在 对我们发出最后的通牒的这种感觉 但是前面我们讲过了 在这里重生一次 也并不是这样 是耶稣要让我们能够真实地去看到 我们身为天国的子民 在这个地上 我们应该要成为什么样子一个人 我们应该活出神的美好 这是登山宝训里面的重点 整个前提是这样 也就是说 我们的内在生命 就是我们这些做基督徒 我们的基督徒的品格 应该是越来越怜悯 越来越有同理心 越来越饶恕 不是吗 当我们真正地去深刻地 能够体会到 神的那个赦免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 饶恕别人 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且我们会觉得说 越来越不困难 就是那些伤害我们 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会变成一个 对别人越来越有恩典的一个人 所以当我们在讲 论断判断这样子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要在一个更根本的一个前提 在一个基础上面 就是我们前面这几段说的 第五章第六章里面所看到的 我们要 也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是 我们奸来体会 神那真实的恩典 那个浩大的 那个赦罪之恩 大大的领到我们 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 当我们有重新 内心最深处地 体会到这点之后 我们要去论断别人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很不好意思 你根本很难论断下去的 我们甚至就不会有那个念头了 如果我们大大的去体会 可以拥抱 父神给我们的这个赦罪之恩 所以我们来好好的来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吗 当你做了这个基督徒之后 如果结果是你反而成为了一个 更会去论断别人的话 那我们应该来重新地来思想一下 做基督徒的那个意义 什么叫做跟随基督 我们应该是要来更像基督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思 好 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是 基督徒就像我讲 如果我们不小心变成一个 反而会更会论断一个人 那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基督徒如何成为一个 反而更会论断别人的人呢 我们要去注意的时候 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 我们内心的那个状态是什么 通常我们容易有几个倾向 第一个是我们带着愤怒去攻击别人 这是我们论断的时候常常去做的事情 我们内心的状态是愤怒的 第二种状态是呢 我们带着我们的骄傲去论断别人 因为自大骄傲是会 它会产生出一个自意 那自意的话呢 我们会把那个我们自以为是的 那个优越感表现出来 就是我们实际在言语行为上面的 这个论断的时候 我们会说出一些这种不太好的话 比如说什么呢 哎呀 怎么会有像那样的人呢 哎呀 任何有大脑的人 都不会去想到这样子啊 任何智商正常的人 都知道那样是错的吧 那个人脑子是不是烧坏了 我们就很容易冒出这样的话 是不是 再来第三个这种倾向是什么 我们内心的状态是什么 我们带着一种很负面的一种假设 去论断别人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然后呢 或是听到某一个人的一些言论 这样子 或是一句话 然后我们就自动地去贴了别人的这个标签 我们带着一种假设 然后假设说 哦 这个人就是很恶人一个 贴他一个恶人的标签 给你一个灰点点 给你一个黑点贴上去 就把你给拉黑了 所以我们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呢 就是去说 哦 那个人他就是那种人 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批评论断 你直接就下定义 你直接就盖棺定论了 但是你的判断是什么 你只来具他的一个行为 或者一句话 你就要为他整个人生 你就为他整个人格下定论了 这个就是判断 我们人真的有分别善恶的本事吗 我们真的能够很清楚地评价一个人吗 不容易哦 那我们的生活里面 真的就是充满这样的事情 我们很容易说 那个人就是那样的人 对不对 我们从很小的事情里面 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这个内心 比如说什么事情呢 我啦 我就说我自己好了 开车 开车可以看出我最真实的那个心态 我内心 我的灵命好不好 从开车就知道 在这个高速公路上的时候 我看到别人超速 这个家伙真的是不守规矩 对不对 然后呢 哎呀 真的很危险耶 这样子 真的是目无王法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开始就骂这种东西嘛 对不对 可是呢 哪天我开车 在高速公路上 我超速 可是我心里面是想什么 像有时候 以前我的小孩子 小的时候会说 爸爸你超过了哦 然后我就说 啊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是这个 稍微赶一下时间而已啦 啊不小心而已啦 其实明明就知道 对不对 自己超 别人超速的时候 就批评论断 就说他很糟糕 就说他这个不守规矩 好危险 自己超速的时候 宽宜待机 还要帮自己找借口 找台阶下 对不对 还有啊 就是 这种日常小事里面 开车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呢 我太太开车的时候 哇 那个时候 你知道吗 太太在开高速公路的时候 这个 我常常心里面是一种 我马上可以体会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心情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 叫在你的手里 求你接纳我的灵魂 因为我太太是一个 就是天生 她的运动神经 她的体育细胞 可以说是灵的人 我以前 刚结婚的时候 花了半年 教她上篮 打篮球上篮 大概教了两个礼拜 就是 从完全不会到十次里面 一次两次会成功 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所以她的天生反应比较慢 所以每次她开高速公路 我就会有点紧张 那我的紧张是怎样呢 就是 有时候她有一些判断错误的时候 我就会 哇 指指点点 你这个很危险啊 你这个要看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就可以这样子 念她 念个十五二十分钟 从不间断 然后她就说 哎呀那这个我已经很小心了 我都完全注意了 我都很守规矩啊 什么的 然后我就会说 哎呀你自己守规矩 是你守规矩啊 问题是你守规矩 有什么用 别人不守规矩啊 哎呀你要这个 Proactive Driving啊 你要有防御心态啊 你要眼观八方 耳听四面啊 什么这些的 那你要看别人啊 万一有个罪鬼 万一有个人酒驾 万一有个十六岁年轻人 乱开车正在学 那你怎么办 我就可以讲一大堆 我啰哩把锁 唠唠叨叨叨的 可以这样子缩教 十五到二十分钟 就坐在我太太的这个旁边 我猜我太太那个时候 应该也是紧握着方向盘 主啊忍耐到底必要得救 忍耐到底必要得救 耶和华 你要掩面不顾我 到几时呢 这样的 我被仇敌视为环绕 向我讲大话的这些人 向我夸耀夸口的这些人呢 你要忍受到几时呢 我相信 我真的是很佩服我太太 她是个非常有修养的人 可以忍耐我这样子 那同样的 就是说 我是很容易就是说 用一种言语律别人 宽宜待己 在日常生活中 太多这种事情 那这个就是反映出 我们人的这个软弱 好 那针对这样子的软弱 针对这样子人类的这种问题 这种现象 怎么办 耶稣有明确的教导 我们来看 就在这里 第三道第五节 我来念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墓穴 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凉木呢 你自己眼中有凉木 怎能对弟兄说 让我除掉你眼中的那个墓穴呢 卫君子啊 先除掉你眼中的凉木 才可以看得清楚 去除掉弟兄眼中的墓穴 所以耶稣的方法是什么呢 他说 卫君子啊 就是你这个双重标准的人啊 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是个盲目的双重标准啊 你是彻底的盲点的是什么呢 先除去你眼中的这个凉木啊 这个凉木在你的眼中 你还要去除你弟兄的那个墓穴 这很好笑 所以说呢 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方法 是什么呢 如何避免论断的这个第一个方法 就是呢 先学会看自己 耶稣要我们重视内省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来内省 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在看别人之前呢 先看看自己 不要只是看看自己的言语跟行为而已哦 最好是要一起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 那不只是这样子 耶稣后面还有一段话 我们接着来看这里 我特别用黄字把它 highlight出来 为君子啊 先除掉你眼中的这个凉木 好 那在这里的话呢 后半段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当你察觉到你自己也有这个相同 或者这个类似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解决去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知道说 你自己的这个 你解决了你这个论断的这个问题之后呢 假设你已经解决了 你知道你内心的动机上 不该论断了 好 你有这个自知之明了 但是当你达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做下一件事情了 所以分两段 第一段是先自行 有自知之明 第二是当你已经达到这个自行 自知之明之后 你可以去做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先除掉你的眼中的这个凉木 然后呢 才可以看得清楚 对不对 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穴了 也就是说 可以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穴了 现在可以了 怎么说呢 因为除掉弟兄眼中的木穴 也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我们不要去忽略它 因为耶稣并不是在说 别人完全没有问题 不是这样子 耶稣当然他知道别人也有问题 耶稣也不是叫我们完全不要去管 别人的这个事情 他是说 你先不要论断 先看看自己 然后等你发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才可以去指出别人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 家人以外的人 不要去多说 耶稣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他就是说 我们不要论断 但是他请你注意 耶稣说三次弟兄 在这里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 然后只能对弟兄说 然后最后是除掉弟兄眼中的木穴 三次提到弟兄 是什么意思呢 弟兄弟兄弟兄 当然弟兄也包含姐妹 因为以前在犹太西伯来文里面 弟兄就是代表说家人 弟兄跟姐妹都算 统称 因为以前不是比较父权的时代 就是这样子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当中 我们可以去说的 是包含说 就是指说神家中的人 那在教会中 我们可以向基督徒来说 那我们知道说神给我们很多行为的这种准则在那里 对不对 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些准则 那这个是基督要给教会的 但是我们如果用这些行事为人的准则 去看教会以外的人的话 外面的人 那很抱歉 那你这个是完全用错地方了 这是有问题的 你在浪费你的这些力气 怎么说呢 那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我小时候 我请小朋友一起来我的家里玩 学校的同学来家里玩 然后到了晚餐 那就顺道 那就留下来吃个晚饭 吃个便饭 然后结果我就 像我妈妈有些规矩 就是我手肘不能放桌上 或者是我吃完了 我自己的碗筷 要拿去厨房放在水槽里 那如果说我手又放在桌上 然后这个碗筷也忘记收的话 然后我同学她也忘记收 我同学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我妈会扣我的零用钱 或是处罚我 对不对 因为这是我妈定的家规 这是我妈的规矩 我必须要遵守 没有错 这是我母亲定下来的 那我就乖乖地被罚 对不对 罚我零用钱 还是罚我什么东西 但是我妈妈会去罚我的同学吗 不会嘛 我同学手肘爱怎么摆 碗筷再怎么忘记收 她哪里知道 那我妈妈也不会去管 人家闲事那么多啊 对不对 所以管是管自己家中的人 这些是神的家规一样 神给基督的教会 这些行事为人的标准 所以不要去浪费太多力气 在外面的人跟事情上面 去好像要去用那种眼光 要去判断别人 然后去纠正别人 没有太大的这种必要 所以我们要去 所以说透过这样的经文 弟兄弟兄姐妹 神家中的人 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关系很重要 这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是 要有关系 关系至关重要 这是我在教会里面 常常不断地提到的 因为当我们去论断 我们去判断一个人 一个我们不认识 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 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随便批评 就像我前面讲 就贴他的标签 就说假设他就是一个恶人 我们很容易这样去做 但是如果是跟我们一个 熟视的一个对象 一个我们有很深厚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彼此去鼓励 然后我们有一颗真心 真诚为对方好的 这样的一个心 那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不是吗 神的儿女愿意为彼此好 然后呢 这是什么 父神他心很喜悦的一件事情 那圣经上面就有很多 这一方面的教导 其实非常多 我举七个地方 让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 比如说彼此的什么 劝导 对不对 用爱心说诚实话 对不对 彼此教导 互相切磋 互相造就 互相劝勉 彼此勉励 那有时候这个互相劝勉 或者是彼此勉励 英文里面也会翻成说 challenge 就是说挑战对方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 彼此什么 互相什么 这个因为真心 我们为神家中的儿女 我们的真正的弟兄姐妹 一主一信一喜的弟兄姐妹 我们彼此在爱心中 彼此建立 所以有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样应该很清楚 耶稣 很清楚 我们在神的家中 是可以去说的 但是耶稣 他在对付我们的 爱乱断人的这种罪性里面 但是他不是要我们 所有人要我们去对付这样的罪性 但是不是要我们去 就再也不跟任何人说 那也是不对的 我们需要 有时候需要去 去劝导别人 不是说别人有错 然后我们就完全地 绝对不跟他说 因为我在教会里面 有时候会听到一些 这个错误的想法 它是一种陷阱 什么样的陷阱呢 就是有时候弟兄妹妹说 哎呀那是他跟神之间的事情 这个不关我的事 不 不完全是这样子 要看状况 那所谓的 这是他跟神之间的事情 不是这样子用的 是你说了 你真心的 好心的 你温柔智慧的 跟他说了 然后他不理你 那才是他跟神之间的事情 因为至少 你经过了智慧的判断之后 该说的 说了 那他不理你 那你才可以说 那是他跟神之间的事 可以吗 我在这里 就是更正 对不对 好 那但是 前提是什么呢 说与不说 然后呢 如何说 这个是需要运用智慧的 非常需要运用智慧 所以耶稣才会说 再下一句话 我们来看 不要把生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 丢在珠前 免得他们用脚 把珍珠 践踏 又转过来 猛失你们 天哪 这是什么样的一句话 你感觉不会很唐突吗 怎么突然好像说了一个 很狠的一些话 这感觉很像耶稣 他自己在那边论断人 对不对 这简直是骂人 怎么把人家当什么猪啊狗啊 这些东西的 这个耶稣讲话会太狠了一点 不留口德 这简直是羞辱人 是吗 但是我们在解经 在解这一句经文的时候 要非常的小心 我们要把它当作 这句话当作是一个比喻 parable 比喻 然后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寓言 就是用寓意 比如说寓言就是像什么 一所寓言这种寓言 我们不要只用寓言寓意去 如果我们用寓言寓意去解释的话 就会有一些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 不要去无限地延伸它来解读 它只在讲一件事情而已 我们不要把所有事情都套进去 也就是说 我就举个例子 就是说 它这句话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去无限延伸 其他的这种可能性 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不要去想说 那个谁是猪谁是狗 然后你就对号入座是谁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什么 是一个好的建议 然后哪怕是你最良心的建议 哪怕是你最有智慧的建议 要说给对方听 也不能随便撒出去 不能 你会浪费掉 这句话让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很重要一件事情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 狗跟猪他们要的是什么 这句话强迫我们去想 狗跟猪要的是 它要的是食物 你给猪食物 它会吃得很开心 马上就吃 对不对 你要幼儿给动物 就是食物最容易 他们马上吃得很开心 但是你如果给狗跟猪 你给它圣物 你给它珍珠 有用吗 有任何的作用吗 没有嘛 它会想要吗 不会嘛 对不对 就完全是浪费掉了 不是吗 甚至你还会被建塔 你给的东西就被它踩了 然后呢 你还会被人家猛食 也就是说 你好心地对待它 它会反过 回过头来还咬你一口 弟兄姐妹 我们不需要那么可怜 我想大家多多少少 你在生活中里面 你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 可能都有很多这种经验吧 对不对 你好心 结果还被人家反咬一口 这种难免都会遇到 对不对 因此耶稣 祂要我们去想到这样的事情 祂要我们去考虑到 说 这个对象 你要去跟他讲的这个对象 他是否是一个 愿意接受的一个人 他是吗 然后呢 可能还有时候还要考虑 他当下的状况 他当下的状况 他的心态是如何的 是一个敞开的 愿意接受的一个心态吗 还是他当下是非常防御心很重的 你绝对讲不过他 他还要反过来打你的 我们要去考虑到这些事情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 不要浪费时间的一些 不要浪费精神 还会破坏关系的一些 给我们的一些智慧 对不对 要考虑到这些事情 或者是还要 如果你要再更深层考虑是 有时候要考虑到说 对方 他是否跟我们 有那个相同的价值观 你跟他讲这个价值观 他会去想 他会去明白 他会去认同 那你讲了才有效 否则还是一样浪费 又伤感情 不是吗 那其实耶稣讲的这个概念 在圣经里面一点都不陌生 东一点西一点都有 那最明显的呢 是在真言里面 也是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 真言里面第九章 在这里有三节的经文 我来读 纠正好绩效的人 必自遭止辱 责备恶人的 必遭受羞辱 你不要责备好绩效的人 免得他恨你 要责备智慧人 他必爱你 教导智慧人 他就越有智慧 指教艺人 他就增加学问 感谢主 非常美好的真言 很有丰富的 做人处事的 学问的真言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的这些经文 讲完了 今天这个论断人 跟怎么样去 不要去论断人 怎么样去用爱心说诚实话 这些经文讲完了 今天的经文主要 耶稣的目的是 教导我们说 什么东西 要去讲给别人的 这些建议 要注意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但是今天在这个 结论的地方 我希望转换一下位置 我们换过来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像我们在论断别人之前 我们先想想自己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想想自己 今天换做我们自己 是那个被论断 或是被接受 要来 别人来建议我们 别人来指证 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是否愿意 去接受别人的 建议跟指证 我们能否用一个 宽阔的心胸 一个真正有温柔 受教的心 哪怕当下听起来很不舒服 我们能不能够虚心地来接受 至少好好地静下心来 好好地思考 好好地来自行 好好地在神面前祷告 寻求光照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在教会中 我们刚刚讲关系很重要 我们跟一个人有关系 当然是越深厚的关系越好 才能去跟他说这些 用所谓的爱心说诚实话 那我们在教会都需要 我们彼此都需要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要去建立 我们要去寻找 然后去把它建立起来 很重要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可能在你的小组里面 可能是你们 就是说弟兄找弟兄 你很欣赏某个弟兄 姐妹你很欣赏某个姐妹 你觉得他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 是一个真心可以关心你的人 会愿意告诉你真话 愿意因为真心为你好 讲真话的这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人 在我们的身边 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群体里 可以是你的小组长 可以是你小组里面 可以是你小组里的成员 那最好 因为已经有某个程度的认识了 对不对 我们需要 每个人都需要 那些真正能够对我们讲真话的人 感谢主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好好地来祷告这件事情 你可以问你的小组长说 有没有这样的人 觉得他愿意会跟我说真话的人 如果你针对某件事情 虽然有人要跟你讲真话 你也可以来找我 我很乐意地跟你讲真话 但是前提是 我要先告诉你 可能不是不太好听 但是我会愿意跟你讲真话 为了能够帮助你 感谢赞美主 我们在教会里面 需要这样的关系 神把我们用他的爱 招聚在一起 其中一个很大的目的 就是为了如此 让我们可以同心合一地寻求主 同心合一地 在神的家中 在神的爱中 我们彼此地成长 彼此勉励 彼此扶持 感谢赞美主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父神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才派你的独生爱子 我们荣耀的主耶稣 祂道成了肉身 来到这个世上 为我们流血 舍身 让我们的罪 可以得到赦免 让我们的过犯 可以读到涂抹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赦罪子恩 谢谢你涂抹我们的过犯 谢谢你不计较我们 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到你的面前 父神恳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 一天一天地 在你里面 变得更加美好 愿你的圣灵 帮助我们 光照我们 让我们的心圣洁 求圣灵除去我们心中 一切的质疑 一切的批评 一切的论断 指责 挑剔 主啊 让我们能够说 造就人的好话 让我们能够欣赏 别人的优点 主啊 更是帮助我们 当人们来向我们 用爱心 说诚实的话的时候 主啊 愿你塑造一个清洁的心 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在我们里面 愿我们在你的教会中 主啊 因着你自己 奇妙的大爱 因为父神 你自己无比的慈爱 是你的爱 召聚我们 我们就在你的爱中 彼此的劝勉 鼓励 扶持 哪怕是一些 针对我们负面的地方 我们盲点的地方的话 主啊 我们也乐意地来听 我们也乐意地 在你面前 谦卑地悔改 愿我们知道 你为我们好 我们知道 你乐意我们 一步一步地成长 你乐意地为我们 克服我们 内心的各样的问题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 我们就把自己 全心交托在你手中 愿你逃造我们 也愿你帮助我们 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我们就能够真实地 用爱心说诚实话 彼此建造 同心合一地来兴旺福音 感谢赞美主 这样感恩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 荣耀的圣名 阿们 感谢赞美主 愿神祝福大家